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各位師長 各位貴賓 各位同學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觀眾 歷領今天的文獻獎堂 他是主持人韋德 他是芳君 我們今天的演講主題是 愛在偏鄉方程式 沒錯 愛有很多種 可是愛卻是讓人看不見摸不著的 所以今天我們有請到韋德 幫我們把愛情具象化 我? 對 要怎麼把愛情具象化 有很多種愛嘛 也很多種情 那麼今天我們幫你邀請到了幾位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 來幫各位把IG上化 神秘嘉賓 為我的嗎 對 重金邀請的喔 好好好 那你說 那第一個呢 是親情 親情 喔 講錯了 第一個呢 是大家旁邊都有的 在你旁邊可能在你左邊 在你右邊 在你前面 或是在你手機裡面聊天的那個人 他呢 都是你的友情 好朋友 好朋友嗎 對 我看一下 讓我們也這個掌聲歡迎神秘嘉賓出場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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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覺得難過 好 那除了友情以外呢 第二個就是剛剛我講錯的那個 就是親情 從小到大都會有嘛 所以親情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今天製作單位重金 也沒有說重金 把我老爸大老遠從桃園帶來是嗎 剛剛要買了高鐵票 好 好 我準備好了 好 我準備好了 不要看後面喔 神秘嘉賓有請 爸 我想要 不是啊 好痛快 我今年也才20而已 我哪來你這麼大的兒子啊 人家才兩歲 你給我回去 讓你想 好啦好啦 不要生氣 我真的是氣到真的是高興 氣到都偏台了 回來回來 好啦 那下一個呢 就是對你比較好了 很正常的 對 等一下 我現在真的是有點回心 我認真 我真的是剛剛其實滿心期待 下一個呢 是大家日盼夜盼 在夢裡面也會想要的一個情 你知道嗎 我知道 該不會是愛情吧 沒錯 愛情 今天呢 我們製作單位幫你準備了一個 小女朋友 小女朋友啊 有這麼多人幫你做見證 相信你一定可以把她帶回家 所以我為這裡奉獻那麼多 今天終於 好 新的一年是我的脫乳年 對 好 我準備好了 等一下 所以我現在要怎麼辦 站中間一點 好 眼睛閉起來 我幫你把她請出來 好 站中間 好 站好喔 好 好 好 我先問你喔 你喜歡的女朋友是高的還是矮的 高一點好了 高一點嗎 那你喜歡大眼睛還是小眼睛 其實我沒有很講究 但是就是笑起來可愛就好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以旁邊的人幫你做見證好了 請問她女朋友漂亮嗎 漂亮 我覺得有點小聲 我現在有點緊張欸 那我幫你再問一次這邊的 請問她女朋友漂亮嗎 好 還是很小聲沒有關係 反正是你的菜就好了 來 手機 對手機 我讓你摸摸她 我可以摸嗎 這樣不好吧 這裡這麼多人 可以 我不會讓你摸18禁的地方 快點十分出來 好好好 我摸一下 好 摸 摸著 欸 蠻高的 但是 肩膀有點寬 鎖骨實在還不錯啊 欸 我的小可愛 怎麼又生靈啊 黃棍閉起來 你給我回去 喔 你給我回去 我真的 會被氣瘋了 好 不要生氣啦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你還有 對 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 確定 最後一個 不要給我出來喔 有這樣好 你還動 好 OK 沒關係 繼續 好 最後一個呢 就是 老師的愛 老師的愛嗎 師長對你有叫無淚 為了你上刀山下火海都願意 好 好像有點過了 好 我準備好了 看得到嗎 你的恩師 我恩師 好 我準備好了 隨便來亂 是因為你的恩師請來有點貴 好 好 那我們準備有請他的恩師出場 怎麼又是你 好 讓我們任何掌聲歡迎 蘇文玉 蘇老師 以及陳文倩 陳老師 掌聲歡迎 各位同學大家好 請給蘇文玉老師 我覺得 待會我們如果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請給他 最高的敬意 最 致敬的掌聲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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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文玉老師請坐 我們在這整個學期裡頭 都教了人工智慧 很多事情是關系你們大家的未來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希望你們在你們的年齡 可以同時建立的一個觀念 而且這個觀念 當它建立在你們的心裡 你會發現 你的人生的價值觀 會相當的不同 昨天晚上我跟一個 我以為是我很好的朋友 聊天 然後呢 其實 一直到後來 後來 後來是劉若瑩的歌 不過她講的是愛情 一直到滿後來 我才發現在本質上 我跟她是很不同的人 她呢 從小念《未理女中》 念《北義女》 念《台大萬文系》 念《 NYU》 她的志向 就是要出人頭地 她有一群北義女的同學 都是如此 她們都要出人頭地 他們要做明星 當然不是唱歌演藝人員那個明星 她們總覺得將來 她們就可以在這個社會 成為某種重要人物 這幾個人的最大特色 參加辯論社 北義女 考上《台大》 當然 其實 在一般父母心中 她們都是最棒的 最優秀的 可是 你在全世界人海茫茫裡頭 北義女有多少學生啊 台大多少畢業生 其實是 nothing 然後這群人有些人 她們可能很會講話 但是 她從小 家裡裡頭有各種不同的變數 這使得她很知道什麼叫苦 什麼叫困難 什麼叫別人的困難 以及時代的困難 所以那個人後來就去了比利時 然後 現在成為文獻事業主報 我們住歐洲的特派員 她每次撰寫的故事 像她撰寫 2017年6月過世的Simonville 她是全法國人最尊敬的女性 後來成為歐洲人權委員會的主席 她身上有一個刺青 不是為了時髦 她是從集中營出來的猶太人 可是這一生 她在法國做了好多事情 然後她從來沒有告訴別人 她是從集中營出來的 出來的之後 她的爸爸也死了 媽媽也死了 那她長得非常漂亮 漂亮這件事情 在集中營裡頭 那個藥本來把她送到 焚化炉的人就突然覺得說 這麼漂亮好可惜 她就運用了她的漂亮跟美麗說 我可不可以跟我的姐姐 還有媽媽去那裡幫你們做一些工作 結果那個筷子手就在當下 居然就同意了 這是她活下來的原因 可是在那裡很寒冷 然後很飢餓 她的媽媽還是死了 所以她跟她姐姐活下來 她從來沒有去不斷地告訴別人說 我是集中營出來的 我是集中營出來的 我去追殺 她的重點不在這裡 她去思考了很多人性裡頭的事情 然後在法國的當時 因為法國是天主教國家 所以在墮胎這個議題裡頭 她做了非常大的貢獻 後來她就變成了 法國任命的一顆亮麗明星的衛生部部長 那一直到這個部長去參加一個落土典禮 還有後來也被選為歐盟人權委員會的主席的時候 第一個女性主席她去次轉 棄轉啊 就是好像落破土典禮都會棄轉 大家說你怎麼好像棄轉 棄轉得像個最professional的工人 她說因為我小時候就會 我是集中營出來的 所有的人在那一刻 她已經在全歐洲都成名的時候 大家才知道她集中營的故事 她去年死的時候呢 法國過去就是拿破崙 有一些特別的人物 她可以葬在國家很重要的寶典 那她跟她先生一輩子感情很好 她的孫女就說 我祖母不會在乎國家的榮耀 要跟我祖父躺在一起 結果最後有三十幾萬人請願 法國的總統馬克宏決定 把祖父祖母同時都放進他們這個 等於是國家最高榮耀的墓園 那這是我的朋友寫的故事 可是其他的朋友呢 那些從小長大過程當中 想要出人頭地的人 他們有的在學術圈裡頭表現很普通 所以當她在學術圈裡頭表現很普通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小時候的民生呢 我不是常常做什麼會長嗎 她就看時代的風往哪裡吹 風吹向國民黨就去做國民黨的會長 風吹向民進黨就去做民進黨的會長 風吹向某一個人的時候 她就去導向那個人 然後在裡頭扮演角色 所以當太陽花的時候 她一定在 我給你保證 如果有一天台灣變成向日葵的時候 她也在那裡 好 那我要告訴大家說為什麼在大學裡頭 我要特別今天起訴一個老師 在我們談人工智慧的時候特別請她 她的價值跟這些人是如此的不同 所以我在跟我的朋友談話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他們都談到的都是自保 以及如何得到自己更高的位置 我說為什麼你們現在關心的都是這些很 對我而言很遙遠的事 我覺得我非常關心的事情是 台灣的城市教育很落後 那我們現在全世界有17個國家 開始把人工教育列入必要的課程 其中包括了愛爾蘭 以色列 更不要講南海這種長期中心數位教育 我們教育部是列入課綱 蘇教授你知道什麼叫列入課綱嗎 知道啊 課綱是一個蠻可怕的東西 課綱就是教育部列出來 然後呢 裡面各個學校自己去找老師 這樣對吧 那各大學 請問你 他從國中開始 有資訊工程系畢業的人 願意今天去當國中老師嗎 就除非他覺得他可以把薪水放低一點嘛 因為志工系的學生 至少在大都市台北的薪水都還不低的 沒有錯啊 而且我們現在各大企業從最高階 到對級階要操作的人員都欠缺 人工智慧的人才 對不對 對呀 那他為什麼要去做老師 那你不是才剛剛改成年金改革 所以他們知道他們就老的時候 這不再是一個 哪怕你想說我安身黎明很有保險的工作 人家基本上第一個外面的薪水很高 第二個 國中老師的薪水也不高 現在比起來是很低的 怎麼會有一個資工系畢業的人 會豔遇去國中學校裡頭去教 然後你知道在外面他們上一個下令補習班課程 我今天要訪問蘇宇宇老師 其實我特別去查 他只要去上一個course 這個course不是一個學期 就是他有一套課程 就是八千塊台幣 那如果我今天是資工系畢業的 我很喜歡教學生 我為什麼不去做補教名師 對不對 那收入是很高的 學生是很多的 然後呢我如果是資工系 在念大學的 我可以去當很好的家教 所以他變成一個這個時代裡頭 一個最嚴重的未來 教育資源不平均 國家宣誓的實質意 宣誓的意義大於實質 就叫列入國中課綱 那我們可以站在這裡批評 可是我想跟各位同學說 你們很多人是資訊傳播系 有些人學了資訊工程 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記住 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和你們有相同的機會 不要講偏鄉 就在城市裡頭貧窮一點的小孩 他就會自然在這個 國家並沒有整套完整的 教育體系裡頭 不管他多優秀 他極有可能 在人工教育的未來裡頭 他就是被淘汰 犧牲的對象 好 台灣這個社會呢 罵人的人從來不缺嘛 對不對 你打開電視沒一台 罵的人對象不同 但是都在罵人 做事的人呢 在我右邊的就是蘇文玉教授 他已經做了好幾年 他帶著他資訊系的研究所 學生們 他身體很不好 但是他每個週末 想辦法 就到偏鄉裡頭 交朋友 小朋友 城市教育 所以叫做愛在偏鄉城市 它不是一部電影 可是比電影感人 這就是蘇文玉老師的故事 如果你們願意加入他的行列 他現在頭很痛 因為他突然變成 要做的工作很多 他也得到比較多人對他的支持 可是他因此要做很多行政工作 如果你們願意做他的志工 下課的時候 請向蘇老師報名 如果你們願意幫忙他做一些 在這裡其實online就可以工作 不一定要到城大去 那你也可以跟他報名 你參與所有這些事情 我很希望各位了解 其實第一個 人工智慧的重要性之外 還包括 你今天在控訴的不公平 其實他正在產生當中 而且他未來會很嚴重 你可以做什麼 我們今天請蘇文玉老師 來為我們好好談一下 他怎麼開始 怎麼起念動念 做了多長的時間 這裡頭他自己身體很不好 還有一次差點休克走掉 我們待會兒請他好好告訴我們 屬於他把愛帶到偏鄉城市的故事 謝謝蘇文玉老師 謝謝 請坐 蘇老師您做這個愛在偏鄉城市 我記得是從 你上次告訴我是在嘉義東港 東市 嘉義東市那裡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那裡很窮 而且離城大比較沒那麼遠 那多久之前呢 我們剛開始在交城市的時候是2013年 2013年交的是台南市的小孩 那我 其實這是不完全是我的功勞 因為我那時候我的一個學生 跟我在做這件事情的一個學生 就跟我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從 比較弱勢的小孩開始教 因為我們教的可能 剛開始教都是陳大 或是我的朋友的小孩嘛 這些小孩其實從小資源就很多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其實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說 從台南市出發 那第一個想要找的就是那個 孤兒院 我的同志家 對 但是2013年的時候即使是那個 那個 比爾蓋茨那個影片已經出來了 可是大家對城市設計這件事情 還是覺得 為什麼要從國中國小開始教 大家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所以我們去孤兒院的時候 然後打電話去孤兒院 孤兒院的人就說 我們的小孩連那個造句 都不會怎麼寫城市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就 因為台南市裡面沒有辦法推得動 所以後來就開始往外找 所以很意外的才去找到那個 嘉義東寺那邊 事實上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東寺 一個是尖石 尖石在新竹 但是那實在是對我來說有點太遠了 所以就是尖石跟東寺兩個之中 就選了東寺 選擇了東寺 因為對他們那裡的人來說 他們根本沒有任何選擇權 聽到有人願意關心他們 才不是在沙龍後這樣對不對 其實也不是 其實是因為剛好東寺那個 那是一個教會 那教會的創辦人 他的孩子事實上是 台大醫院的醫生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孩子在美國 紐約念書 那他們都很知道這件事情是重要 因為美國已經開始在做了嘛 那他們也很訝異說 怎麼樣大學教授會跑去 鄉下要教小孩子寫城市 所以他們就趕快跟他們媽媽講說 你要把他留下來就對了 美國跟中國大陸現在是全世界兩個最重要的國家 把這個人工智慧變成國家戰略 而且放到學校裡頭去 所以前一陣子Tim Cook 他到上海去的時候就是看一個 其中開始實驗的 那個地方區裡頭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iPad 可能這個iPad是蘋果donate的 那有些平板電腦呢可能是他們華為donate的 但是學生就開始用這個方法來學習 那加拿大 愛爾蘭 反正全世界有17個國家 那台灣現在就說我們也是17個其中之一 台灣其實很可惜啊 就是說我們國家認識問題的能力 常常比別人晚 晚了以後我們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想要宣傳 遠高過我們想要去幫助 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不只是一句話說 宣誓的意義大於實質 所以我才跟各位同學講說那個心啊 我覺得我在台中長大 然後台中有各種不同的人 有市區裡頭的有一些有錢人 有那時候我的年代裡頭才 你們這一代啊 亞洲大學這裡的人 是窮得不得了 連皮鞋都穿不起的 就在我長大的時刻 這個地區的人啊 那我又念了一個 現在還在的一個國中叫崇倫國中 那我剛好那個時候念崇倫國中是 國中第三屆啊 就默默其貓被分到這裡 我們家前面沒有人念過國中 那大家都很自然地就念台中十占富小 然後就考上台中女中嘛 那沒有人知道說我的學區被分到這裡來 那那個時候我 撫養我的主要是我的外婆 她在加護病房住院 等她出來的時候就一切都來不及 可是那三年我在崇倫國中就教我一個最重要的人生觀念 因為我從小家境好都念明星學校 我終於看到什麼叫窮人家的小孩 我也看到這個非常窮人家的台灣的女性 她們根本就爸媽把她藏起來不讓她去讀書 所以那個訓導主任在那個年代裡頭 她們很重要就拿戶口明布 去查你家明明有小孩為什麼沒有來上課 那另外就是她來上課的時候 她的那一套制服對她們家都是很奢侈的 更不要講皮鞋 布鞋 她們也連課本都對她們是很大的 要買課本 那不要講補習了這樣 那接著呢 我很記得那時候因為我們是國中第三屆 師資不足 所以我第一個就意識到 當你一有課綱下面就是師資不足 因為我就是師資不足的受害者 那我個人沒有啦 因為我們家裡的人發現我訓練寵龍 國中就開始都大哭 然後所以我還沒有上崇龍國中的時候 就去上了育母補習班的英文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後來 這個也 可是我就很清楚什麼叫教育資源不平等 因為師資不足 所以當時就亂抓老師 我很記得我的老師都是領動商專 靜宜英專 那說起來是真的程度不是很好 有一個他講話相應很重 說啥我都聽不懂這樣子 那我的同學呢 那時候也有一些 我們那時候族群意識比較強 那就 有一些人是 本省當地的人 是農村的女孩 那我就很記得我們有一個班長 就從頭到腳都好乾淨 她很自愛 然後很用功 然後認真寫功課 我說哇 我好佩服她 結果她的親戚呢 就說她是很自私的人 我說為什麼 她說她一回家都不幫忙做農務 她就是在那邊自己寫功課 對我這種從小的 不怎麼寫功課叫家裡的人要寫功課的人 我想說 蛤 寫功課叫做自私 所以就知道說 他們把一個孩子送到學校裡頭來 是很大的犧牲 然後我就碰到有一些是外省人 我說你們家住哪裡啊 還是住山上 那我就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的 我就說 哦 山上 那你家一定有玫瑰花咯 我就跟著他們去 那他們住的就是 全台灣最窮的眷村 就是領東那個地方的眷村 那每一個人 可能我們這樣的一個舞台 可能已經住了六七家人口 那我很記得隔壁有一個人 他說他們隔壁啊 有一個人啊 他的這個家裡頭有一個抽水馬桶 因為他姐姐去當了舞女這樣 我就想說 哇 要有一個抽水馬桶都要當舞女 那我經歷過那個年代 不是說每個人都這麼窮 窮的人很多 那後來那個學校就真的只有 全校只有兩個人 考上台中女中 那我是其中的一個 另外一個是多了幾分而已 那他家裡的人就覺得 你一個女孩子念台中女中 他們就覺得他應該去念石磚這樣 就很自然的 後來很多人跟我說 蛤 全校就真的只有你考上 我說是啊 但是我到了台中女中 我一點都不覺得台中女中的同學 比我在成龍國中的人優秀到哪裡 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教育資源 太不平均 我那個時候在我的國中的時候上課 有一個我的同學 後來輪到我做班長 他就昏倒了 我就問他說 蛤 昏倒以後我們把他叫醒 問他生了什麼病 他就說他很餓 那我就先不管了 就把我的便當先給他吃掉一半 我就自己跑去買我的 好像是 我還蠻記得是同一米 肉燥米粉 後來才發現原來同一肉燥米粉這麼好吃 那才知道就是他的爸爸媽媽 就是坐那個駁油路 在那邊鋪路的人 然後一輛卡車在清晨的時候 把他父母親同時都撞死了 他就吵吵的 連在哪裡買帳都不知道 所以他跟他妹妹兩個人都沒有飯吃 也沒有人管 就這樣昏倒 後來那個學校就有一個老兵 他是下來教這個 但是他的果文程度很好是教果文的 他因為家裡沒有人 他就收留了這兩個女孩住他家 我覺得那個學校教我的就是讓我 不只是自己惜福不是只有這個東西 讓我很理解什麼叫做 教育資源的不平等 改變很多人的一生 那現在人工智慧這個東西呢 大家不要覺得他在對小學生是很難的 我記得那個蘇雲銀教授告訴我說 他要講一句話 下面請他講 他跟我說 他講一句話 他講馬ываем 對 如果我講請她講 那幾年前我還對這種很簡單的 這種城市設計工具感到覺得不遲 覺得這個太簡單了 怎麼能夠學這個去工作 可是我們假如把眼光看遠一點 我們從人類的這個 在發展城市園的歷史來看的話 那它確實是越來越接近口語化 那當一個城市園接近口語化的時候 就比國文跟英文簡單了 因為我們現在念的國文跟英文 其實這是難的 像我女兒在念 我女兒是念國中一年級 我看到她的這個國文課本 我都快嚇傻了 而且她的國語的考卷 我來考大概只能考70分 我常自認為我國語還不錯 可是我只能考70分 因為修辭學那一項我全部0分 那所以當它變得很口語化 比白話文還簡單的時候 我覺得它設計上本身不是困難 所以寫城市這件事情不是困難 而是寫城市達到你的目的這件事情 比較困難 但是達到目的是你要做什麼 所以你要先去知道 你要做什麼這件事情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帶著小孩 或者包括各位 你可能還要 大家可能還面臨一些 城市上面 不是那麼人性化的年代 可是我覺得 再過10年到20年 它將會變成幾乎每個人 都隨手可用的工具 包括AI的工具也是 就好像以前我是一個 不會 不太會用電腦的人 可是賈伯斯時 我們每個人用一支手機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的 一樣的道理 那其實讓孩子們 第一步走上城市設計 這個很重要 因為當他一開始學會 最起碼有人帶著他 走出第一里路的時刻 過來他只要自己夠認真 夠勤奮 有人告訴他 他在YouTube上 他就可以自己學了對不對 對 現在其實非常多的線上課程 老師講 講得比大部分的大學教授 還要好 因為那些教授都是世界上的名師 所以他講的其實講得非常的好 我們上台不簡直講的 比他還要清楚還要好 所以老師的角色 事實上是在改變的 所以尤其是 你假如想走資訊這個行業的話 就是學會自我學習 尤其是線上學習 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你們現場的人 要學會自我學習 然後很多小朋友 要讓他第一里路要踏出去 不過談一下你剛到東港 東石 我怎麼老想東港 最近吃太多tuna這樣 你到這個東石去教他們 你坐下來面對他們的時候 那裡有多少小朋友知道 什麼叫coding 什麼叫城市教育 應該是沒有小朋友知道 我記得2014年我們去上課 第一堂課的時候 小朋友會來教會上課 是因為教會有東西吃 有東西吃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窮人家小孩 然後學校也不太管 那平常就在街上 摟摟摟摟 所以那個地方在早年的治安 不是很好 就有幫派跟毒品 那因為那個教會成立之後 教會就是 他從幼稚園大班 一直到國中三年級 你只要回去家裡面 沒有東西吃啊 沒有大人啊 你就可以到教會去做功課 那教會裡面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來常常是為了 因為教會有東西吃 所以才來上課的 至於說為什麼要上城市 我想他們大概不太知道吧 那你教第一堂課發生了什麼事情 教第一堂課就沒辦法上課啊 你覺得一個大學教授 教一個偏向來的四幾個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也不曉得他為什麼要來 那小孩子平常在學校功課就不好了 那個教會專門收功課不好的啦 然後當然是一團亂嘛 那上到一半就是開始打電動玩具 有小朋友開始吵架 所以第一堂課其實是還蠻沮喪的 我記得你告訴我說 第一堂課其實是打架收場 不是你跟學生打架 是學生們打成 打到你想不下去了這樣 事實上他們沒有打很久 可是對大學教授來講 即使只打15秒鐘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震撼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大家可以想像嗎 你們現在在大學 誰願意跟誰打架 然後再出來一下 你們現在在課堂裡面 你們會跟隔壁同學一言不合 就打起來嗎 不會嘛 對啊 但是你看到有一個拳頭揮過去 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覺得 我一片好心 我會長大 我按摩油的 我按摩油的撲手 我堂堂的高手 我來到你這裡幫你教 你們這些孩子 你在做什麼 他根本就不想教他們 你為什麼沒有放棄 其實第一個禮拜回去是想放棄的 我也是忍 第一個禮拜其實回去是想放棄的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寫課程 做了這麼已經一年的準備了 那假如就這樣子 就被打退的話 那我覺得是有點丟臉 我很怕丟臉 你也怕丟臉 我很怕丟臉 所以我覺得假如我們都已經 話都講出去了 而且在那個 我們開始第一次上課之前 我們就先跟教會的老師先談過 那教會老師就先問我們說 你要來多久 他說過去來我們這邊的人 常常就是暑假辦給你 對之後人就不見了 那他也先問說 教授你要來多久這樣子 那我就說 我先交個一年試試看這樣 剛開始 然後教會的老師就挖個坑給我跳 他說你覺得學程式 學程式到他以後能夠 假如他很認真 你都沒有放棄他 那他寫程式可以開始賺到錢 需要花多少時間 我說大概 以這麼小的還是大概花五六年的時間 那他就跟我說 那說老師你要只來一年 那我們就 你知道嗎 我們臉也拉不下去 我們就說好啦 那我們就來 來十年 十五年好了 就是做到我退休 那你話已經講了 十年變成一個禮拜 對 就 第一個禮拜有點崩潰 但是因為話已經講了 那後來我們就跟教會老師討論 怎麼辦 因為我們也沒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後來的狀況是 教會會有老師 平常孩子信任老師來維持秩序 那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本來第一次去的時候就三個人 那後來就把整個實驗室十幾個人全部拉過去 所以每個小孩子後面就是會站著一個助教這樣子 然後就 這是第二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也沒有很理想 為什麼 第二個禮拜沒有很理想的原因是 有一件事情沒有考慮到 就是這個小孩跟這個小孩不可以坐在一起 因為他們兩個就天生就 要打架 其實他們是好朋友 但他們常常就是不太有辦法控制自己 就是打架其實也是他們友誼的一部分 我們其實是不知道 其實不了解 那後來就是跟老師討論完之後 我們就把每個孩子的個性請教老師 然後第三個禮拜開始就重新再排座位 然後其實前面的一個多月 大概都是在試著嘗試排座位當中 就是這個 就不再把這個敲過來 就是這個可以跟他坐在一起 那個不可以跟他坐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就慢慢的 差不多一個半月之後 然後就整個就安定下來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雖然你答應了 可是花了一個半月都在橋座位 城市設計都不能真的開始 又帶了全 可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對 你可以看到其中有幾個小孩子 開始進入狀況了 OK 就開始有幾個 你基本上15個裡面 只要有兩個 三個開始進入狀況 那我們覺得就是會比較好 然後後來我又把我女兒也帶去 我女兒那時候還蠻小的 把我女兒帶去 女兒帶去 我女兒就是都市小孩嘛 那種很乖的 然後就把她安插在那種 會打架的中間 就是很比較皮的那個小孩子旁邊 女生嘛 旁邊是男生 那時候 對 我還記得那一班裡面 整班裡面只有一個女生來 所以你女兒去那裡是第二個女的 兩個女兒都帶去啊 所以三個女的 就是只有三個女生 可是我那兩個女兒是為了就是 讓她坐在那個旁邊 然後讓她覺得說不太好意思 因為陌生的女生嘛 男生對陌生的女生通常會覺得 要乖一點 那你老婆怎麼不會說 你怎麼可以把你女兒放在那會打人的人旁邊 到時候她揍你女兒怎麼辦 為什麼你的思考不是 應該還好啦 對應該 因為那其實你第幾個禮拜以後的事啊 其實那個秩序開始沒有那麼糟了 所以你女兒是全班三個女生中的兩個 那那些男的都每天都在看她囉 也還沒有啊 就是只是就是 因為她是個陌生人你知道嗎 在一個團體裡面 就是所有的小孩 他們其實都彼此都很熟 那突然間有陌生的人 尤其是女生 那年紀比他們還小 坐在他們旁邊 那狀況會稍微好一點 不一定 搞不好他們以後會有一個無念真 就寫一個愛上你女孩的初戀故事 好像也沒有啊 到現在 好像也沒有 好 我們繼續講 那你後來從東石這個地方 慢慢慢慢進入狀況 然後之後呢 你就拓展了 到今天為止從2014 2015 2016 2017 已經四年 這四年 你有休假過嗎 你有沒有 你一年 一年有沒有一例一休一次啊 我一年通常休假差不多三個月 滿羨慕的 那通常就生病 生病就倒下去然後就休假了 倒下去就休假了 那我滿regular 我每年大概就是四月左右 跟十一月左右會生病 就是每半年來一次 像我最近才剛好 我上年節目的時候 回去之後兩個禮拜就發高燒 躺了快兩個禮拜 希望你今天回家身體健康 要不然以後都怪我這樣 我剛剛又 因為我們之前有辦一個看見家鄉活動嘛 那辦完之後我又生病了 然後又生病了 合合兩個禮拜 因為你有先天性的低血壓症嘛 對 然後所以先天性低血壓症的人 其實他整個身體啊 尤其是到了一個年齡以後 他各種血壓太低 不過我告訴你啊 我也是低血壓症 我知道你有告訴我 所以每一個醫生都跟我講相同的話 你活得很辛苦 可是你會活很久 你不容易死這樣 那我一直想說 我這些事情有人接走之後 我就想 女兒長大嫁人了 我就要趕快走了 你不希望 這我小時候他們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去測血壓 他說 蛤 你血壓只有五十七十 那你活得很辛苦 你會長昏倒 可是你會活很久 因為你也不會腦溢血 然後你的血壓很低 所以很多器官就會衰敗得很慢這樣子 除非你休克而死 我今年四月就是有一次 去年四月 去年四月 去年四月我就有一次就 就倒下去了 就在承打 就是在討論到一半 然後我就發現我不行的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回家 那回家 進了家門之後就砰就下去了 然後就馬上送成大醫學院 對 我們這裡有亞洲動物醫院 動物醫院 也可以急救勉強一下 送到中國醫藥學院有的醫院 對 我告訴你 你跟我在一起你是最安全的 因為我的皮包有一個急救針 你到時候 我就要請一個人把你的褲子脫了 你不要怪我 然後我就幫你衝 我都自己打 就腎上腺素從大腿砸下去 你就活過來 你不需要去動醫院 我就可以救你 你知道 這是美國給 美國給很多有那種過敏劑 跟先天性低血壓的病人 要急救的時候 或是藥物過敏的病人 用的一種急救針 台灣沒有 沒有 我上次你給我那個名字 我試著去找我還沒找到 你去找成大的教授 叫他幫你找 因為台灣沒有 但是他們去找藥廠 就會從美國寄來 一針兩百塊美金 但是他兩年就expire這樣子 但你機率就是這兩年 可能一次都沒有就是 這還不錯啦 我回來談一下 你們就知道說 其實像他這樣子的人 你這樣子很快就容易倒 你不會覺得說這個社會 尤其是你看到國家搞一個就是 你努力了半天 一個叫國家 而且還換了黨執政 那什麼東西應該總是好一點吧 為什麼 人工智慧 翻轉教育 大家寫成那個樣子 最終 還就是課告 你不會覺得說 我也不過就是這個台灣上後的一份子 我身體也沒有多好 我下面有女兒 我盡一份心力到一個年度 比如說五年吧 那其他應該別人要接手 國家都沒有人要管 為什麼要我管 你為什麼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台灣這個社會 被一個無形的東西綁架住了 那他綁架住的時候 綁架了每一個人的 包括心靈跟行為 那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台灣在很多國家裡面的社會狀況 就是社會福利或是生活 其實不算太差 那 你可以狗活著 然後可以日子還可以過 然後可是你又被這個無形的東西綁架住 那綁架完了之後呢 然後可以造成這樣 你覺得那個媒體的沒有停顧到 你只做ore toi 那當你也是 你問這個是 你可以碰到哪個女孩的 你 coded 但進入到體制之後 我們知道 我們的整個法律 整個的社會狀況 整個包括您剛開始說 不怕找...這個要罵人的人其實蠻多的 這個社會整個的氛圍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在成大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是沒有正義的 所以我以前每次開會 我總是跟人家吵架 可是我發現吵久了之後不是辦法 因為在體制裡面 每一個人都被綁架了 所以我思考了很久 假如我要在體制內做任何的事情的話 我也會是被綁架的意願 然後假如真的想做一點事情的話 很可能你就必須順著那個階梯往上爬 等到你做了校長之後 你可能可以來做某件事 可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個有一個故事嘛 就是有一個少年要去殺一頭鱷龍 結果有一天少年把鱷龍殺了之後 結果他自己就長出了那個鈴片跟藻子出來 所以他自己最終也變成鱷龍了 我自己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第一個我也不太適合那個管道 第二個我也很怕我自己變成鱷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假如我要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就到體制外去試試看 那我給我自己一點時間試試看這樣 剛開始就一年嘛 我也沒什麼勇氣 我就說一年 結果沒想到做了這麼久還在做這樣子 現在大概你們 你剛剛告訴我說 在1月20幾號的時候 你們會把各地偏鄉的 有在花蓮的 有在台東的 有在嘉義的 有在南投的 有在八卦山的 全部聚集到台南那個地方去 有一個90個小朋友 你們會邀請在那裡 會有一個很特殊的東令營吧 對 東令營 東令營 那換句話說 你們現在愛在偏鄉城市 就是這麼多年你帶領的學生 然後加上後來 去世科技 去世科技 還有瑞儀 瑞儀光電 還有華碩 還有台灣大哥大 台灣大哥大都投入 現在多了一個資策會 資策會 都投入就是幫助你們 所以你現在突然覺得 你變成一個 某一個體制下的 某一個體制上的領導者這樣 我快要變惡龍了 沒有 不是 這個不需要把體制妖魔化 體制可以救人 我們如果沒有當年的國中教育 其實我剛想念小朋友 是念到小學就病人 對 所以體制是可以救人的 那初期的時候 你也不能怪說 你怎麼這樣衝促上路 他什麼時候上路都是衝促 對不對 對 但是問題是你要意識到 你衝促上路 實質不足 在未來幾年裡頭 怎麼樣去補足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 沒有錯 那所以呢 您現在就是有多少個地方 可以給我們同學一個 地圖的概念 有多少地方 大概每一次有時間 你就帶你的學生 或者是跟趨勢科技的合作 有他們的工程師 有的是教小孩 有的是直接教當地的老師 教老師 對 我們現在大概在八個縣 今年會再增加第九個縣 就是高雄縣的一個茂林國小 那大概有二十幾間學校 再加上兩個NPO 那跟我們一起在合作 那我們從以前 就是我們自己去教小孩 現在變成是我們代老師 原因是因為這樣 因為到2015年的時候 課綱就是城市設計 確定要進入課綱的 那假如城市設計不進 2019 2019 對 2019年 但是2015年那一年已經決定 城市設計要進入課綱 也就是說變成是至少國中 高中要必修了 所以我那時候自己意識到一件事情是 假如他沒有進入課綱 那我永遠就是開心的帶小孩子寫城市就好了 可是當他進入課綱的時候 那就是代表要全國推動的時候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師資的問題 就是沒有老師 所以以前我就不會想要去教老師 因為教小孩子 其實交久還滿愉快的 你跟他們在一起 其實變得比較快樂變朋友 可是我們就要去正視那個師資的問題 剛剛這個文謙老師也有講 一個城市寫得還不錯的人 根本不會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薪水很好 所以我想了很久是沒有辦法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教老師 那老師不需要教得很厲害 那我們要開始翻轉老師對城市設計教學 這件事情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老師都習慣上課的時候 要教很棒很對的東西給學生 然後要教有答案的 那偏偏城市設計這個東西剛好相反 因為他就沒有答案 然後也就是說老師教錯了沒有關係 因為一定會錯 因為我自己也常常在教錯的東西 然後資訊科技的東西也很有意思的就是 你現在對的東西過十年就是錯的了 所以你不用太去執著對跟錯 老師只要把那個有興趣的小孩挑出來 然後下個階段我們來接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辦這個夏令營跟東令營的原因 就是我們讓那個老師挑出來比較好的學生 那以及老師一起來 剛剛是90個是老師加學生 一個老師帶三個四個學生過來 然後老師一起跟學生一起學 那我們就會設計課程 老師就可以把這課程帶回去教 那這個東令營 這個東令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我為什麼把這個八個線的學生跟老師 一起把它集中過來其實有一個用意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很多社會 彼此之間缺乏了解 那我希望他們從小就會開始 因為他們只要四天都要住在一起 那我們刻意會把他們打散 就是你的隔壁床那個人不是你同學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可以彼此聊天 用四天的時間去了解 海邊的去了解山上的 山上了解平地的 東部了解西部的 西部了解南部的 那去做這樣子的實驗 所以現在投入的除了趨勢科技的工程師 您自己的實驗室的工程師 就是那些資訊科系的學生 還有哪些人投入變成師資呢 其實蠻多的就是有很多他本來就是現在有工作 可是他是資訊電機專長 那我們就會邀請他來就是我們辦課程的時候 請他先來接受培訓 培訓完之後我們就請他可以先從助教開始做 然後他假如做得好他就可以變講師這樣子 我們沒有認證機制 我們通常都是自由心證的 那假設說亞洲大學以前像我在大學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叫慈幼社 就是我們專門去孤兒園裡頭 那如果鼓勵各個學校裡頭 他都有一個志工社 這個志工社是參加愛在偏鄉城市這個project 然後他們就是本來就是會諮詢工程的 然後他們願意再用他們的暑假期間 或是哪些時刻 然後因此去參加你們計劃 這是可行的嗎 這可行的 我們一直都希望這麼做 但是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念電機資訊的學生通常都很注重課業 那除非你這個學校有個老師 硬是有在退 譬如說我在成大志工系 我們大學部同學就會來參加我們的訓練 但是我們似乎很少有辦法說服別的學校開始這麼做 這幾年來 不過今年開始情況會有點變化 因為今年我們是跟南台科技大學合作 那南台科技大學他們就是找他們南台科技大學學生出來當助教 那第二件事情的動力是因為那個教育部現在有所謂的生根計畫 跟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那學校你假如要拿到這個計畫 你要 為了申請補助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後教育部會給你計畫的錢 那你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人生短短的 可以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蠻特別的 我們在場的同學們 其實如果你們下面只要有一個我都覺得很感謝 如果說在亞洲大學成立一個愛在偏鄉城市的志工社 你們不會必須要去做助教去做講師 你們可以在旁邊陪小孩教導他們 遇到困難的時候最基本的問題 也就是說能是講師外的助教 或者是說你去扮演行政性的工作 讓他們每個小朋友譬如說可以在這裡頭 你還是需要周邊很多行政人員 需要 我們在現場的同學 你們有人現在拿著手機在滑 有的人可能自己在想你的人生 但是你願意參加愛在偏鄉城市的人 您可以舉手嗎 您可以舉手說你願意參加的人有多少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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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我們跟蘇英老師報名好不好 謝謝 好 那個你也願意嗎 待會兒跟他報名好不好 謝謝 我跟你講這個是真的不一樣 你只要去幾趟 然後你的人生 你就會自己也學習它 然後你自己也會進步 你自己也會跟著成長 然後你也幫助了別人對不對 其實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大學才學Coding 對 然後現在很多Coding是越來越簡單 對 越來越簡單 我後來看到趨勢科技教有一個叫Scratch 對 那個就屬於簡單的 對 結果連我們的記者去採訪 在旁邊撥出來一點點我看完了 我馬上就會了 對 因為其實很簡單 光從我們記者在上面報導 我也會了 我們那個記者數學超爛的 他也會了 大家都會這樣子 假如各位喜歡玩桌遊的話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喜歡玩桌遊 還有特地幫城市設計設計出來的 幫就是學習城市設計的桌遊 什麼叫桌遊 桌遊就是board game 就是 不是 麻將也算是這種桌遊 象棋也算是這種桌遊 但是桌遊 他跟Pokemon那個手遊不一樣 手遊就比較不算 手遊是在手機上面的 桌遊大部分的情況是不插電的 當然有的桌遊比較複雜 他也要附一個APP 但是像我們在東石有的小孩 就設計一個桌遊 需要用到手機的APP 但是大部分的桌遊是不插電的 那所以你假如喜歡玩桌遊的話 也可以帶小朋友玩 跟城市設計相關的桌遊 那個桌遊其實也蠻好玩的 小朋友其實玩起來蠻high的 然後有的桌遊 因為規則非常複雜 所以當你玩過那種 簡單的城市設計桌遊之後 他可以開始進階去玩那個 比較複雜的桌遊 那比較複雜的桌遊 因為規則很複雜 所以小孩子要搞懂那些東西 他必須那個邏輯的能力要起來 才有辦法玩 而且其實應該先啟發他們大家的興趣 比如說我曾經為大家介紹 MIT的一個台大電音系畢業 後來他自己本身鋼琴又彈得非常好 他本來是有機會可以念 Mahattan Music College 做composer 做作曲的 所以他的人生在這兩個領域裡頭 當然最後念台大電音系 去了馬省理工學 所以他就搞一個叫Music Player 現在在美國創業 然後川普專門罵人家笨蛋 他說川普是笨蛋 因為川普說 你如果是外國人 你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你要立刻回去 他說川普是個笨蛋 因為川普只要求 你不能在這裡被僱傭 他卻沒有反對你在這裡創業 我不是有告訴各位嗎 結果他就找了他老婆 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去那裡念了法律 再找幾個人 其實都是台灣去的幾個人 就合起來 就成立一家公司 很快就被批准 他說美國人認為 我們成立一家公司 叫Hire America 其實我們是Hire ourselves 不是 顧原我們自己 那我覺得舉一個例子來講 他就最近 他在過年的時候 他就過信歷年 他就把他的那個Music Player 用一種他自己喜歡的編曲模式 好聰明喔 待會兒馬上播 他就用一個編曲模式 然後他就是有的可以用 就是說有一個格子 看你要畫這個格子 這個格子是 可能是drum 是鼓 那個格子可能是大提琴 他就把Old Lenzyne 這個蘇格蘭的民謠 幾乎七年 大家都在唱的友誼長存 他就做了一個 用Music Player 點出來的音樂嘛 對不對 然後其實你開啟很多小朋友 對城市設計的興趣 讓他們先玩這個東西 玩完了他們就可以在上面格子玩啊 是 然後玩完了以後才開始高塔 你也可以變成來寫這個東西的人 對不對 是是是 你可以自己設計工具 給你自己玩 真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剛才有點到嗎 對不對 我聽到跑出來的聲音 不是不是啦 最後一個 還在找影片的時候我也可以 這一個嗎 對 Yeah Music Painter 對 Music Painter 來 你在空格裡塗顏色 聲音太小了 你們幹嘛一回大聲一回小聲 好可愛 這不滿 這個我趁機廣告一下 我的學生就開一家 以音樂為主的公司 也是 然後現在你年營業額是好幾億 你趕快把他們的東西丟給我們 幫他廣告一下 可以 可以 他們本來公司是在戲谷創立的 那後來 後來我的學生他們覺得 他們想回家工作 所以他們就回台灣 大部分的工程師現在都在台灣 在哪裡呢 事實上是散佈在整個台灣 他們公司沒有辦公室 每個工程師都在家自己工作 他們就透過網路而已 然後 我的學生他們寫了一個非常好的系統 可以管理大家寫的城市 所以 也就是他們在幾年前就宣布 所有工程師都回家 所以他們工程師有來自烏克蘭 來自矽谷那邊 然後在台灣的話 有人在台北 有人在台南 有人在嘉義 有人在台中 所以這家公司有人在烏克蘭住 他們有烏克蘭的工程師 就住在烏克蘭 他是烏克蘭人 然後他住在哪裡 他住在烏克蘭 就回去Ukraine 對 然後他們在全世界各地 就用一個很好的管理程序 就創造了一個音樂 對 他們其實公司創立的時候 自己有一個 就是一款非常簡單的APP而已 就幫助你彈電吉他 幫助你彈電吉他 對 幫助你彈電吉他 就讓你變成怪獸馬殺這樣子 對 就是說你拿電吉他 你可以 你不太會彈 可是可以幫你做出 各式各樣的效果出來 我們來把它聽完好嗎 可以 他變不同的STAR 像這個是電音的STAR 完了 就是這樣 他就是那幾個格子 然後他自己就做了一個型態 這樣子 那 而且他叫我幫他轉貼 他很聰明 叫我給他按讚 然後上他的粉絲頁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就把它貼上去 因為我覺得年輕人創業 是要被鼓勵的 對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就提到 就是其實會城市設計 使一個人 第一個方面 就是得到很大的自由 第二個很高的創意 然後散步在各地 你可以住在你家裡頭 你根本也不用在那邊想說 你要搭什麼捷運去哪裡上班 對啊 對工程師來講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薪水是一樣的 可是他住台南 你知道嗎 台南跟台北生活費差多少 跟STARCV也差很多 台北跟西埔差多少 是啊 現在西埔隨便一個房子 就是200萬美金 對不對 那可是 台北更貴 是啊 所以你看他就是 他薪水是一樣 可是他是自由的 所以他上班時間是沒有 沒有受到限制的 台南是最滑的來 台中也很滑的來 對 所以像我學生是創辦人之一 他現在他家離我家只有幾百公尺 有時候就會推著女兒到我們家來聊天 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還蠻愉快的 他很快樂這樣 對 蠻愉快的 OK 所以如果這些孩子 你現在去教的偏鄉城市裡頭 將來有一個孩子 他就是你的學生這樣 你會感覺你這一生 對啊 我們現在教的最大的孩子 現在今年高三 哇 然後準備要上大學了 他就是那個東石的 對 東石那個孩子 他是不是打架那個 他不是 他是那個女生 他就是那個女的 我還以為通常打架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女生不適合當工程 其實不是耶 他是那個女生 然後而且他成績也還蠻好的 不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我在這件事情上 特別要強調一點點 女性從小就被灌輸一個觀念 你的樹裡不好 而且你天生本來就不好 你也不需要好 你唯一需要好的就是 你要長得好 所以女生就要去整形 男的就學樹裡 我告訴你 將來大家畢業了以後 女的就沒有工作 她只能夠長得還不錯 去做端盤子的 男的就反而有前途 所以在人工智慧的時代裡頭 女性絕對不可以想到城市設計 覺得這個好像跟我性別裡頭的 基本架構 或是性別裡頭既有成見 還被過去的時代綁架 那就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性別的淘汰 對不對 我現在有博士班學生 有兩位都是女生 其中一位現在在巴黎的 全歐洲最好的電腦音樂研究中心裡面工作 她的辦公室現在在巴黎的中心裡面 對 然後她在那邊工作一年 然後她可能就可以直接在那邊找到工作了 所以這對我常常跟很多人講 這對我是男生 不過我覺得女生應該 你是男人不是男生 對 就是說女生其實在這個領域 其實可以有很大的成就 然後而且她藉由這些東西 她最後她是自由的 所以她現在很happy 然後在巴黎過得還 雖然很窮苦的日子 因為巴黎很貴 對 我們給她的錢又不多 可是那件事情就擴展她的視野 她本來是在花蓮 然後後來研究所到我這邊 然後後來博士班 我們把她送到巴黎去 我們今年還會有另外一個 就是她的同班同學 今年也會去巴黎去工作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女生在這個領域上面 其實是非常有發展性的 有啊 我上次跟你們介紹 麻省理工學院裡頭 其實現在最受歡迎的台灣去的學生 而且是在所有去麻省理工學院 他們的整個相關的最受歡迎的女孩子 是台大資訊工程系畢業的一個女孩 叫高興綠 她就是因為喜歡fashion 所以呢 她就是 你們記不記得就是她做項鍊啊 做手镯啊 有銀粉啊 金粉啊 結果她一做這個 她根本還沒畢業 博士學位還沒拿到 她們不過就是發表 就美國的有線電視網 法國的Vogue 法國Vogue跟台灣Vogue 跟美國Vogue是完全不同的一涵 那就是時尚界的態度 全部都來報導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項鍊 跟她的那個手環是金粉銀粉 這個蘇玉老師就一定知道 她跟一般你去做個手肘不一樣 因為她是可以電路的 然後她就變成是可以通電的 所以她就直接弄得很漂亮 但直接她可以連上你的iPhone 跟你的Apple Watch這樣子 對啊 像這種 這種事情男生是不會想得到的 你們不會想到吧 對 我不會想到 你都去搞腳踏車什麼的 對 我在搞腳踏車 對 來 我們回來談一下 那個高三現在東十最大的女孩 她現在想什麼 要做什麼 要準備 想要進大學啊 對 可是大學門檻很高啊 台灣反正念什麼大學都沒差 台大都排名後面有什麼稀奇啊 可是對偏鄉的孩子來講 這是一個 這好像是一個大水壩一樣 擋在他們面前 真的啊 因為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你基本上還是要看文憑嘛 基本上 基本上 現在還是如此 但是其實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對啊 我也不希望這件事情是發生的 可是 我告訴你 我到現在台大的畢業證書 沒有去哪 我就是要證明文憑是沒有用的 我已經60歲了耶 是 我22歲的時候畢業 但是文謙老師可能比較特別嘛 那 因為沒有人跟我要過文憑啊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說服 這麼多學生說 你不要管文憑這件事情 我們都了解嘛 在美國或是在法國 他們有那種叫42 school 或是叫Ecole 42 這個制度就是你基本上你到裡面 你被挑選 證明能力到裡面 你去做專案 你專案假如做到很好被認可了 你事實上是不需要去念大學 就有國際性的公司要僱用你了 但這件事情在台灣還沒有發生 然後我們也不能跟高中生 尤其跟各位講說大學文憑不重要 因為在我來說 這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講這個之後 萬一有一天你找不到工作 那我怎麼辦 好 那你們請你們大堆去上素孕老師的課 好了這樣 但是就是說 那就是說對他們來講 能夠上一間 還不錯的大學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而且一定要公立嘛 因為他家念不起私立學校 對 他即使念公立的 他家也念公不起 所以我在東時的教會 他們都鼓勵孩子 只要你能夠上國立大學 那教會會涉法幫你籌生活費 那因為他們是低收入戶 所以基本上學雜費可以減免 但是生活費還是沒有 所以幫他籌生活費這樣子 所以假如我就跟這個女生講說 我跟他講 你要是可以上成大的話 你的生活費就我們薄了這樣子 你跟他講他上台北的話 他的生活費就我薄了 真的喔 真的 對 他只要幫我遛狗就可以了 好 可以 你也知道我講這句話很serious對不對 你剛剛看到 我剛剛看到 所以他只要幫我遛狗 他的生活費跟學費 我都幫他付錢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必須這樣鼓勵他 像這個女孩子其實中間是 有中錯過一陣子 然後再回來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是家庭狀況不好 你中錯過之後 再回來 然後到班上成績還算不錯 這其實是需要無比的 無比的努力跟勇氣的 就很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種人一定會 將來會有福報 我也希望是如此 因為只要有幾個 像這樣子在他們村子裡面 只要有幾個這樣子的 就會變榜樣吧 我覺得就會鼓勵很多其他的孩子 因為大家在那邊很多孩子覺得 他自己是沒有未來的 你就告訴他說台南你包了 台北我包了 是 台中是不是亞洲大學就包了 來 台中他包了 他是亞洲大學的董事 謝謝 謝謝 你看所以他有三個地方 台中他包 台北我包 台南你包這樣 那他就所向無敵了對不對 是 突然你今天解決了他人生所有問題這樣 也還沒有 他人生還很長 所以我們還跟去世科技有達成一個 達成一個未來的一個工作方向 優秀的就進去裡頭 就是說我們的訓練 訓練到他這個寒假為止 寒假我們還有城市設計課 比較高階城市設計課 那暑假去世科技答應 就是辦一個暑假的夏令營 然後讓這幾個小孩子可以去上去世科技 那去世科技就會寄出一個獎勵 就是只要他們能夠通過去世科技 工程師的認證 上了大學之後就可以到去世科技去 寒暑假可以去去世科技上班 然後去世 他們要跟我搶人 我需要遛狗啊這樣 那去世科技可以付他們那個薪水啊 我也可以付啊 是 我可以付他們薪水啊 但是我更希望他們以後就是 就是 我可以跟陳一堅搶人 好 可以 而且我會跟他打架 他住我隔壁這樣子 可以 我們講這個就是 有沒有 他可以透過遛我的狗跟狗講話 我告訴你 城市設計 他們可以發展跟狗相關的智慧型產品 城市設計 對不對 這一定是未來最好的一個行業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這個 前幾年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募資案 它叫狗臉餵食器 您聽過嗎 狗臉餵食器就是它辨別這是狗 你家的狗 你家的狗 你家的狗走到他面前 他用影像辨識辨識 這確實是我的狗 然後接下來就會把飼料跟水放出來 那他可以吃這樣 那個去世科技的老闆的兒子 創了一個東西 他可以監視家裡的動物 然後呢 當你一按鈕 你在辦公室的時候 就會把他的食物噴出來 然後他也可以隨時喝水 隨時當然是本來就是 現在都有那個插電的那個火水 所以主要是食物 他只要按下去就動出來 還監視他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 前一陣子還有一個另外一個產品 我把它送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想我家的狗那麼好吃 如果噴出來所有的人都搶成一團 我家櫃子就垮掉了這樣 不過前一陣子還有一個產品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現在狗缺乏運動嘛 那所以還有一個狗的專屬的跑步機 這也是做資工跟電機的人搞出來的 對啊 對 然後他們會幫他計算 他今天消耗多少卡羅里 怎麼樣等等 對 那你可不可以有 你有沒有能力 譬如說蘇教授 我們有點離題討論到這裡 不過我最後一個問題問你 你有能力做一個人工智慧 放在狗的身上 當他很快的時候跟他說 跟你說 媽媽 爸爸 我很愛你 當他很生氣的說 就是說 你會說 這個這個是有可能的 因為 人 我們都知道這個人的腦波 基本上可以帶一個 帶一個感應器在你腦子裡面 對 那我們的腦波基本上是可以 已經可以用腦波去控制 像滑鼠啦 鍵盤這樣的東西 已經可以這麼做了 那也可以用腦波去監控你的情緒 不同的腦波 只是狗的腦波跟人的腦波 可能是不一樣 要另外再找人來研究就對了 但原則上他都是電訊號 可以 對 因為其實那個MIT 有這麼一套設備 然後當時最想跟MIT合作的是 美國有線電視網跟Fox News 因為他們要舉辦美國總統辯論大賽 那你知道當他政客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我很恨你 我也表現得就是好像很優雅的樣子 但是腦波不會騙人 但鳥波不會騙人 所以他們本來是希望 能夠把這一套監視系統 拿來這總統大學 變得到所有的人就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reality 而不會被這些政客的表演術給欺騙了這樣 結果後來他們覺得太sensitive了 結果後來我再去訪問他們 他們就說他們很後悔 如果當時他們授權的話 川普一開始他的問題就會被發現了這樣子 就是川普其實是一個不能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這件事情會在總統辯論的過程中 就被選民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資訊課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可以應用在各個領域的 那就是有一群孩子如果被淘汰 真的非常可惜 可是我還是要回來問您的決心啊 你說你一年休假三個月 嫁起來 因為你一定會生病那三個月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會著急嗎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會覺得為什麼是我不是總統 我也不是你們台灣的總統 為什麼是我 我要這麼累 你的心情是什麼 應該是 因為我生病就是regularly一直在生病 所以每年都這樣做 結果從小到大我已經有點習慣了 第一個習慣了 就是不會太在意 你到底比我大還是比我小 我比你小一點點 好 那你是我弟弟 我們倆是失聯的兄 失聯的姐弟 所以我已經其實還滿習慣自己生病 然後生病的時候 就以前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生病的時候 事情上是很沮喪的 很沮喪 對 很沮喪 對 很沮喪 那現在生病就生病了 那生病的時候 因為沒有辦法往外跑 所以生病就在做 通常在做下個階段的規劃 所以是 對 所以事實上 Program Award每一年都在改方向 因為就要跟著這個 目前為止的狀況在改變 所以我就利用那個時間 在籌劃明年或甚至後年 我們的方向會是什麼 所以其實是 剛開始生病比較嚴重那幾天 會覺得滿討厭上帝這種東西 但是後來就覺得 等到那個最嚴重的情況過去之後 可是還不太能動的時候 就開始在想接下來我們能做什麼 所以我其實是一直都讓自己的腦子在忙 然後在學習 然後在找新的資訊 然後設法在生病的時候 然後去聯絡一些朋友 然後我覺得生病是一個很大 對我很大的資產就是 當大家看到我病奄奄的時候 就會有人自動跳出來跟我說 蘇老師好 這件事情我幫你做了 然後我就多了一個助手 我覺得我生病的時候 好像沒有這件事 我生病的時候 我的助理都沒有說這件事我幫你做 他只有我的狗生病的時候 我會去衝在前面這樣子 他在下面 我在笑他這樣 基本上 應該是你做人比我成功了 還是我生病的時候沒有躺在那邊病奄奄 因為我會嗨嗨叫 就是我 你會嗨嗨叫 就我在臉書上面講 我又生病了很討厭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會有人來跟我講說 蘇老師你有什麼事我可以幫你的嗎 然後我這個人 我下次要學你 因為我這個人 會掩飾自己的情緒跟狀態 我最近這幾年臉皮比較厚 我就直接講我的需求 然後他也就不好意思拒絕 真的喔 然後他就幫我扛過去了 對 你沒有媽媽 你有媽媽吧 我媽媽還在啊 我媽媽爸爸都還在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你媽媽有幫你買保險嗎 我自己有幫我自己買保險啊 因為我怕我突然間掛了 我老婆跟小孩會那個 所以我有幫我自己買保險 OK 我2017年是一個沒有 我已經沒有住院的一年 所以我媽媽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因為跟你狀況也有點像 我還比你多一個病叫做 自體免疫系統疾病攻擊 就Auto Immune System的 這個我沒有 OK 這個我有 那所以呢我老是在住院 而且有時候住院會住 一兩個月這樣子 就住院不是只有生病 就真的要住院住很久這樣 一直打針一直打針 打抗生素 然後我要還是在上班啊 做文獻事業周報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說文獻你手上是一個 什麼樣的新手師 我什麼白白的看不清楚啊 我說那是我的打點滴的紗布 我把針拔了 然後去工作 工作完畢以後再回去 把點滴按回去嘛 然後他們覺得我就是屬於搞怪的 所以這一定是什麼 特殊的裝置 他就沒有想到說 我是從醫院去上班 再從上班的地方回到醫院去這樣 那我媽媽就因此去買了一個 我的醫療保險 然後她沒有告訴我 那個保單是她在交錢 所以她每一年因為我生病 她就賺很多錢你知道嗎 然後去年2017年我一整年 我都沒有生病 她就決定打電話給我的秘書 請我自己去交保單 因為她覺得她去年 7997塊錢是虧的 因為過去她每一年都可以賺十幾萬這樣子 所以這個生病也有生病的好處 只是你沒有發現而已這樣 我不太有發現 而且不過我現在發現這個是就是多了一些朋友 多了朋友 對 像那個看見家鄉 那個發表會前幾天 我就非常非常不舒服 我整個背都在痛 那後來就是蘇恆成老師就趕下來 從台北趕下來 她把整個部展啊 策展啊 彩排的工作 就從我手上把我接過去了 那還好有她 不然2、3號那天就會災難了 對啊 我們回來來談就是說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 顯示你已經出脫到那個程度 你為什麼不覺得這個工作扛在你身上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力不從心 不只是生病 因為太多人需要幫助了 那你不會 為什麼 就是說其實在台灣現在要學習到 不要求別人沒有負面能量 是很難的事耶 那為什麼你沒有 你不會覺得說我不是總統啊 總統你在做什麼 行政院長你在做什麼 教育部長你在做什麼 你們這些人是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完全沒有這種情緒 我有啊 我只是沒有顯現出來 我也是人啊 抱歉我本來想跟你學習這樣 對 但是其實我那個負面情緒 很快就會下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Focus都是在小孩子身上 就是我們都是在關心小孩子的未來 所以當那些情緒起來 然後我會覺得很沮喪 也就是覺得不要幹了 可是很快就會去想到一件事情是 那個小孩子對我來說才是重要的 那這個小孩子不是我的小孩 就是所有的小孩子才是重要的 所以對於小孩子的那個關懷 我會覺得很快 很快的就會超越了我的 那個整個的負面情緒 然後我就又回來了 所以我可能會 挨個幾天 然後最後又回來繼續工作 那你雖然你現在有 去世科技支持你 有瑞宜光店支持你 然後有華碩支持你 有台灣大哥大這些企業 一個一個支持你啊 可是這個社會上並沒有很多人給你掌聲 可是卻有一些人沒做什麼事情 這個社會給他們很多掌聲 你會不會覺得心理不平和 不會啊 因為那個不是我要的東西 因為我從來都不是要那個東西 才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比較希望看到孩子長大之後 他們彼此互相了解 然後彼此去關懷這個社會 那台灣就會變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如果有人開始罵你呢 已經有啦 還是有啦 真的嗎 只是沒有太扶上檯面我也會知道 罵你 然後那你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你做這個事 沒有給你很多掌聲已經很離譜 沒有大家覺得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覺得我自己現在光環太大了 你現在這樣光環太大啊 我是一個習慣 就是躲起來的人過去啊 所以現在對我來說已經 我已經沒有辦法負擔了 就是那個光環跟那個 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負擔了 那你怎麼看待有一些人會 跑到你們的臉書上面去罵你是吧 沒有啦 就是我會逛臉書 然後偶爾逛到這樣子 然後他們罵你什麼 大概是覺得就是有人 比如說他其實他也做了很多事 也沒有比我少 為什麼我比較出名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在課程的安排上面 可能有某些他覺得這個不好 那或者是說 明明這件事情是他們在做的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加入之後 等於會收割了人家的成果 這樣等等之類的 非常少啦 但是會出現 通常人都是這樣 比如說有一百個人說你好話 有一兩個人說你很難聽的話 你就會記住那一兩個 這是人的正常對記憶的特色 對 那你的反應是什麼 其實我從小到大是一個自尊性很強的人 其實代表自卑 自卑感也很重 那我以前對人家跟我講這樣子 不管我是不是真的是那樣子 我會覺得我很不開心 那我這個不開心一直不開心 到我幾年前 大概兩三年前 我突然間把那個不開心就放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做到 就是我的專注力現在就在小孩子身上 你覺得不需要花時間 我覺得我 我假如花時間去辯解 花時間去做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等於分散了 我在思考孩子的未來這件事情的工作上 那我不希望 我的力氣不太多了 我還要浪費力氣去跟人家辯 那這算了 我都不需要 好 我們給蘇老師掌聲 這是Great Attitude 其實蘇老師 我跟您說 因為我自己以前 我算是人生自己 有很多個人不同的選擇 我剛剛說我不要學文憑 因為我的台大法律系實在是用鬼混 所以我不deserve那個文憑這樣 我是真的用混 然後台大法律系那時候老師也真的很爛 所以他扛著台大法律系的光環 你看我們法律系教出來的人 就真的不怎麼樣 當上了總統都變得蠻可怕的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不是故意的 我也沒有什麼強烈叛逆 我就只覺得一個證書放在那裡 它代表你嗎 我純粹是這樣 我其實是一個從小很討厭上台領獎 然後很討厭別人說你得了什麼獎 然後非常討厭像什麼金鐘獎有沒有 我從來不出席都是叫別人幫我上台去領 我從來不去 理由就是我非常討厭這種A world 不是我看不起 而是我覺得用這種東西來證明什麼 它其實沒有辦法證明你 那你覺得有一張紙來證明你 這個紙你以為它是用什麼東西做成的 然後上面印了幾個字 有個校長的簽名 我就覺得那就是我的人生嗎 就純粹是這種critical態度 然後我就懶得去領 第二是懶惰 沒有動機還要走一趟 那畢業證書呢 之外還有一個叫畢業紀念冊 畢業紀念冊呢還有一個叫六百多塊 我心裡想我拿六百多塊來吃冰吃湯圓多好 我為什麼要買一個畢業紀念冊 那買畢業紀念冊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放你的照片在上面 那台大當然人人都去買 我心裡想說這裡頭 那裡多人 那裡高我都不辦 我想要去買 我又要去找 找個地方給它放的對不對 我又不是長得像林青霞 希望所有的人都記住我二十二歲的樣子 所以我也不交照片 也不交六百多塊 所以我也沒有畢業紀念冊 就是這樣 可是我每一個工作 沒有任何人跟我要我的畢業證書 然後呢就這樣的工作 那我如果失去工作的時刻 不是因為我沒有文憑 是我們那個時候是戒嚴時期 所以我會去支持反對黨的人競選 那時候我只要去支持 我一定要辭工作 否則我就會害到我原來的公司 因為緊走馬上就來 那我就要辭掉這些工作 那這是我個人的選擇 那這個 也是那個時代的問題 當然是 那我要講這一段做起源的原因 是我要告訴你 在政壇裡頭 最後會爬上最高位的人 是不會花時間在別人身上的 他只會花時間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當我們以為我們在 當你在做偏鄉城市 如果您認為說 還有我要趁機會跟同學們講 你認為你在做一件事情 是替社會做事 你想做你的愛心出去的時候 就忘了我們剛剛提的那些大人物們 因為一個人可以當到某一個大位置 到一個程度以上 已經不是靠他的能力 是靠他把他所有的時間 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每一分注意力 都拿來 benefit他自己 在某一個人偽裝 前面會長 我很尊敬你 所以得到promotion 在很多人的婚喪喜慶裡頭 偽裝 我對你們都很重視 所以得到選票 在立法院趁機表演 在什麼事情裡頭 好好分配資源 這是現在可以得到位子的理由 他不是靠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是不會得到任何權利的 所以期待有權利的人 來做對這個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在我們這個社會啊 是剛好相反的邏輯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爬上去的理由 跟他的犧牲是成反比的這樣 這個我倒不知道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forget about them 就是忘記他們這樣 記得那些小朋友就對了 就是小朋友現在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長大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需要再做另外一件事 你知道我到那個 現在Seattle啊 就是Seattle Washington State 那個地方 因為微軟跟Amazon的關係 整個都變成另外一個 北部的矽谷一樣 對 然後我就去 我們就去訪問他們那個 學校的教育 他們現在就是從 小學就開始 教robot 機器人 跟城市課程 那我就問他說 他們當然是聯邦制 但我就問他說 你們有國家戰略啊 然後你們覺得川普做的 他說他就不來我們這裡就好了這樣 他的看法是 川普先生 只要不要來碰我們 對我就是最大的幫助這樣子 所以其實您剛剛提到就是說 不需要花時間在某些人身上 包括那些覺得他可能沒有 得到應有重視的這樣 對 對啊 那我也覺得就是 就是前天啊 我剛好我學生回來找我 他就在Amazon裡面 負責那個伺服器架構的人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用Amazon的Web Service 他們講說其實他從 從台灣後來到美國去念 念博士 然後在這麼大公司裡面上班之後 他發現 其實在美國的教育裡面 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只有叫Programming 不是只有叫Robot 不是只有叫AI 而是先讓他們identify 哪些 從小喔 從小 從小學二、三年級就開始 那他們就identify 我做這件事情 是要解決我生活上的哪個問題 那從那個問題上面 再把科技再帶進去 所以因為他的孩子現在就在 你應該做一個人 人工智慧的眼鏡 然後呢 當年血要開始降低的時候 你的眼鏡的顏色就開始改變 你不覺得嗎 這個其實還滿容易的 現在就有智慧型手環 所以智慧型手環 你只要做個APP就可以了 可是那樣你自己去看啊 不用不用我們可以自動的去偵測它 我說你自己要去拿起來看 不用不用 就是直接APP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跟你的手機連上線 然後就可以嗶嗶叫了 他就嗶嗶叫了 對對對 但你不覺得放在你的眼鏡上頭 然後給所有的人看到你已經快要昏倒 這是一個滿酷的事情嗎 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就是手環就可以了 但是從那個Fashion的角度來看 然後可以坐在眼鏡上面 然後你自己 OK 好吧 那我可能 你們如果是他 你們會買手環還是會買眼鏡 會買眼鏡的人舉手啊 只有你啊 可是前面這死亡女 會買眼鏡像 我一定要買眼鏡啊 我快昏倒了 我眼鏡上面就顯示出來 各種不同的訊息這樣子啊 這種很特別的聲明啊 那放一個手環來看 嗶嗶嗶叫 我又不是要去坐救護車 對啊 可是從功能上來看 因為我是工程師 然後不希望他只是跟我 有一天變成跟我一樣 我不希望我們交到小孩子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上了很多課程 其實跟那個生命教育是有關的 我們現在在幫那個 幫那個 幫那個 那個八卦山上面有個 有兩間學校 各做一個東西 有一個學校 他們專門做那個 跟社會學科有關的 他們是關心 關心老屋被拆掉的問題 老屋被拆掉的問題 老屋被拆掉的問題 所以我們帶他們 怎麼去做老屋的歷史 把他做成可以展覽的東西 辦個展這樣子 然後讓大家可以關注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他們那邊 那個學校那邊 他們有發現石壺 然後而且他們那邊 從11月多開始 有那個菱角肖 後來這個學校煮巢 那我們準備帶個課程進去 就是你可以幫 比如說幫菱角肖 做一個屋子 可以讓菱角肖去裡面 來這裡面 來這裡面 他通常11月多到2月中 會在這邊 然後可以裝監視器 那小孩子去觀察 零腳校的生態 他假如好時不時拍到那個石壺 那其實也是很珍貴的東西 讓他們開始用城市去看 他們周圍的世界 而不是只是城市 只是用來寫城市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他去了解 他周遭發生的問題 但是把科技帶進去 那我們還要幫 有一個原住民部落的國小 讓他們用那個資訊科技 去看他們怎麼打棒球 因為這學校打棒球很有名的 要他們自己去分析 我們每天幫他擷取出來的 他的打棒球 他的揮棒的知識 投球的知識 讓他自己去分析他自己 你看這就是男性設計的資訊工程 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MIT Cicel 的主任 是Daniel Ruth 你知道他做的機器人是什麼嗎 他做的機器人就是烤蛋糕 好 烤蛋糕 他要回家之前 他就在家裡頭先弄弄弄弄 他就自動就是家裡的蛋糕就烤出來 所以他雖然是一個人工 你知道一定很忙嘛對不對 對 可是他就是很記得他以前 放學的時刻 媽媽的味道就是烤好的蛋糕 那所以呢 他就是覺得他還是要扮演一個 很好的職業婦女 又是全美國的國家科學院院士 又是Cicel 第一位 人工智慧跟電腦科學的 第一個女性主任 但是他還要做一個好媽的 所以方法就是什麼 他發明一堆機器人 第一個 是搞花園撒肥料 對 他就在花園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他們有養魚 因為他們是羅馬尼亞人 他們想養魚 那魚要整天清魚缸 他就做了一個材質跟錦鯉 長得一模一樣 你乍看之下 以為是錦鯉 可是事實上是機器魚 這個魚自己會清潔 會過濾 會給飼料 然後烘焙蛋糕 這是一個嘛 然後他還有那種各種裝置 反正他很早就幫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就是想出很多 比如說他們喜歡吃什麼樣的recipe 所以他們就可以在放學之前 中午的時候就跟他媽媽說 他要吃什麼類型的蛋糕 什麼類型的recipe 他就放好了一些格子 到時候就會自己掉下來 然後就是他就可以做一個烘焙蛋糕 你看跟你完全不同對不對 對啊 我不會想要去做那個 你不覺得這個會賣得很好嗎 但是你知道大學教授有一個狀況 大部分台灣訓練出來的大學教授是 他只會focus在技術上面 或解決問題上面 但是他不會想到這個東西做起來要賣錢 這是台灣的教授跟美國教授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對啊 他們的前任主任 你現在所有的人看到那個掃地機器人 就是Ronnie Brooks開始的iRobot 的Roomba 對 iRobot就是他的公司 他跟他女兒開的 Ronnie Brooks的公司 對 其實是有大差別 因為台灣鼓勵 基本上你要學術要頂尖 那你學術頂尖 通常你做的東西會離那個市場很遠 那你通常不太可能會把它東西 我看這幾個人學術也很頂尖 對 但是美國跟台灣製度不太一樣 就是像我在Stanford Pro Stock的時候 其實Stanford對教授 是不太要求要寫太多論文的 他們反而鼓勵他們去創業 像我在Stanford 我的老闆 他後來也出去開個公司 然後公司賺了錢把它賣掉 可是在台灣做這件事情是 不見得被appreciate 而且會不會亂罵 是他們的制度跟我們是相反啦 第一 禮拜五是不上課的 他希望教授對美國的產業有幫助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開公司 你禮拜五你都不要來 然後禮拜五呢 像麻省理工學院 像Stanford Carnegan Mountain這些學校的老師 他們自動就會去做很多大公司的顧問 這是第一個 第二 它的觀念很簡單 如果你跟產業的需求是脫節的 你沒有能力回來 教導一群學生出去外面就業的時候 是成功就業的 所以這是雙方面 他們的狀況是說 像我的老闆 他出去創業完之後 公司賣掉賺了錢之後 學校還是歡迎他回來 因為他已經有成功經驗了 沒有 不只這樣啊 還有像譬如說 他們如果你不想創業 那沒關係 你就禮拜五你也不要教課 你就做最頂尖的學術研究者 然後但是他對於這個技轉裡頭 哪些right是屬於MIT的 哪些right是屬於你的 那他是分得很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 像譬如說我特別訪問了 Philip Schraub他是生物科技之父 1993年諾貝爾的醫學獎得主 這學術地位很高吧 他是Biogen的創辦人 我們現在所有的人得了肺腺癌 吃了標靶藥 血癌 皮膚癌 好幾個不同的癌症 他可以抓到那個標靶藥物 以至於沒有很短時間死掉 是這一家公司 那是他創立的公司 然後他現在又在搞 這個阿茲海默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作為一個這個學術頂尖人物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要對社會有貢獻 他們經濟學獎得主更是如此 就是譬如說Joseph Ziggler 這些得到諾貝爾頂尖獎得主的人 他很可能就根本就是 在進入海峽的時候就要跳出來救全世界 就是說 所以你很了不起 你帶著你的老學去 就是去幫助這個社會的偏鄉城市 我是要講這個 其實其實在美國 你看那個制度 就是說他鼓勵教授出去創業 好像賺的錢是教授的對不對 可是他事實上是 因為他的對社會的貢獻 其實是比更為重要 其實是更為重要的 可是在台灣的話 因為我們都要鼓勵就是學術的頂尖 其實最後的結果其實是 其實是benefit到他自己的positions 也沒有學術也不頂尖 不會啦 台灣很多 我認識的我的朋友們 他們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我們有 你總不會有美國頂尖 不會 台灣還是有幾個做得非常不錯的 真的喔 那抱歉 可能是我外行 他們這個因為下課的時間到了 我們剛才有報名志工的人 一定要來 然後我希望各位同學們 第一個了解人工智慧的重要性 然後了解怎麼解決問題 你的方向在哪裡 好好地學習 以你們現在的程度 都可以上YouTube繼續學 但如果你們可以去幫助其他的 而且在幫助的過程裡頭 更了解未來的一個趨勢 其實對你們的幫助很大 我們非常謝謝蘇玉蘇老師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要不要我扶你起來 就站起來最容易昏倒 對 來 對不對 謝謝陳文倩老師 以及陳文玉老師 帶給我們這麼精彩的一個下午 愛在偏鄉的活動 如果您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到這邊找兩位主持人報名喔 那這次謝謝老師 謝謝 麻煩謝謝 加芬你去報名 你要包養台中的這件事情 開個賴群 謝謝 謝謝 谢谢